为了沾过年的喜气,泰玛里香的大王部落社区发展协会与泰玛里香公所共同选在23号星期天的时间来举行写书法送春联的活动 吸引了不少村民参加 OK,来 我们来一个 你看看,你看看 香肠的书法是因为本身就有几把刷子 随性挥好的春联都成了在场最畅销的收藏品 再过些天就是过年了 而春联是不可少的应景装饰 写春联,你们也许也知道 这个喜气 我们这次可能还会加一些金粉 更加的亮丽 而民众借此活动 除了有免费的春联可以拿之外 更重要的是社区的互动和各发展协会所推出的活动是否有向心力和参与感 希望说每个社区大家都可以动起来 让我们的社区每个部落都更加的亮丽更加的整洁 以上新闻是由张育成在泰马里乡的报道